赤资12亿的新竹棒球场去年重启两天就发生四名球员受伤的意外 为了厘清球场争议与问题 新竹市府上个月邀来大联盟指定场务专家展开检测与评估工作 最差的一句评语就是说12亿的我们的新竹棒球场 竟然连美国高中的校园操场的品质都不如 新竹大秘宝被大联盟认证漏洞百出 高宏安更用诧异来形容 从专家的检测分析报告指出 表图层下方的清碎石层含有细小的石层颗粒 颗粒被锁定而且太过紧实 无法提供足够的排水性能 甚至会提高球员受伤的风险 底下的这些草地下面的土壤 它当吸水之后 它的材质并没有使用合格的材质 所以就是一般行业标准的材质 所以造成说这个吸水之后会变成硬块 报告更直白点出内野土壤成分不符合棒球场职业标准 若要解决排水与土壤问题 必须重建表图层去除清碎石层 这其实整个棒球场是没有排水功能的 前市府团队在对营造公司的审核的时候 就应该有一个标准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前市府会同意让这家营造 来承包这么样一个重要的工程 被大联盟厂务专家认证缺失多 市议员陈庆明呼吁市府拿出破例 厘清后续改善谁要负责 更点名承包商居家营造难辞其咎 只是调查结果出炉也让网友大算高红安 报告内容都是去年就知道的事 难道上任八个月来都没改善 但也有网友缓甲没有第三方报告认证 厂商可以不认账 12亿的棒球场到底能够有多糟糕 今天又获得了国际认证 林贤市长 你的施工品质真的大有问题 而且我相信中间一定有非常多的猫腻 我要求我们的监察院必须要来彻查 民进党市议员杨林仪批评 迟迟看不到市府具体改善时程 呼吁高红安对线明年三月前重启承诺 新竹市府承诺改善会以求援安全为主 也将公开原文供大众评断 建成资源代具与新竹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